嗨 我是方姐 上次咱们把桂花树已经给修建出来了 咱们今天准备在这里做花圃 不少网友私信我说 用这个瓦片来做 就像这样的还真挺不错 不得不说这件网友还真有点东西 瓦片已经买回来了 咱们现在先用这个小锄头 去把桂花树的根部的土给它租一下 刚买的就掉了 咋弄 你看有窄的有块的窄 它一个窄一个窄的放 姐姐这样埋了 今天呀咱们把这边的土给它松一松 然后呢撒上那个草籽 现在天呀正在下小雨 那个小姐快点过来帮忙 来了来了方姐 前两天也下过雨了 土都松了 这几天熙熙丽丽的下着小雨 认得小雨润如苏屎撒下草籽 草籽就长这个样子的 希望它在这凉爽的几天里 快快发芽 小月儿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了 你们还记得小月儿最初的样子吗 下一步啊 等天气晴朗的时候 准备砸掉院里的水泥地 打造一条庭院小径 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大家有什么差役就是 这边就做了 它就像这个那种 一个大小一的 这边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 coulda